六萬苗栗竹南國中這邊 校內145位師生 他們吃完營養午餐之後 陸續出現嘔吐腹泄的症狀 有12個人送到醫院就醫 還有3個同學身體不舒服 沒有辦法到校上課 來聽校方的說法 從開始到現在 目前學校今天經過全面調床之後 目前只有3位小朋友請假在家 然後一位表示沒有症狀了 希望在家休息 另外兩位還有一些 稍微的肚子疼痛的一個狀況 那也是在家休息的 目前衛生局已經來到學校採樣調查 而學生分別被診斷為 病毒性腸胃炎 和疑似懦羅病毒感染的症狀 到底是食物中毒引起 還是病毒污染了環境 還要等待鑑定結果